大家好,我是香港大學工程學院院長趙宇恒 雖然今年大家不能夠親身來到香港大學校園參觀我們的資訊日 我希望大家也能夠在網上欣賞一系列由工程學院為你們安排的節目 我們的節目包括網上入學講座、網上實驗室參觀 譚詠勳創科役實時導賞,以及即將舉行的分享會 新常泰下的工程學教育等等 我們也隨時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網上討論區 跟我們的老師或代表進行查詢 希望日後有機會能夠在香港大學工程學院見到你 多謝各位 大家好,歡迎你們來到今天我們叫做新常泰下的工程學院 我叫Kenneth Wall,就是工程學院的修生主席 今天我們有兩位嘉賓來到我們當中 有我們的工程學院副院長Professor Edmond Lam 旁邊那位就是我們工程學院的三年級學生 在工程科學的,我們叫做阿森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當中 Edmond,我們現在在疫情當中的新常泰 其實你覺得跟我們工程學院有什麼關係? 我想我們在講疫情 我們當然是最掛心的 都是怎樣可以阻止這個病毒的侵入人體 或者是散播 我們跟我們工程學院的研究 其實我們都有不少的老師和學生 都有一些貢獻 不如先講學生 其實我們有一批土木工程的學生 即是Civil Engineering 不要以為他們只是起橋、起樓 他們原來懂得做一些納米的事 他們做了一些納米的濾芯 可以用在口罩上 另外我們有同事就研究一下空氣的傳播 他們就特別看看這些virus 在室內的環境 我們要令到空氣怎樣流通 我想在很多地方 無論是醫院或其他室內的地方 我們都很緊張空氣的流通 還有污水 原來污水是幫助我們 可以驗到有沒有細菌 例如你做住宅有沒有樓上 有人受到病毒的感染 在污水上可以做很多事情 這些都是其中我們一些科研 在這次抗疫裏面做了一些參與 聽起來也有很多元化 其實跟阿森有什麼關係呢 說起多元化 我覺得最關工程學院士 就是有很多東西讓我們選來讀 什麼意思呢 例如剛才所講的一些傳統工程項目 例如土木工程 或者機械電子等等的工程 當然HKU都會有這些科程可以讀 但是有例如一些比較新的科程 例如剛才的工程科學 即是工程科學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比較新的工程科目 可以讀的 而當中我就雙重大學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即生物醫學工程 以及Materials Engineering 我相信這兩科 可能是一些比較新的科目可以讀 而HKU也有提供的 我覺得最有特色的東西 就是因為我可以有雙重大學 基本上可以在兩方面不同的地方 都可以得到更廣泛的知識 而當中也有很多不同的機會學習 例如在圖中也看到一些 Field Trip 又或者一些Project 基本上那些Project 可能直接叫我們 下手下腳去做一些 改善現在的醫學技術 或者一些治療方法 我們也有機會可以去嘗試一下 我覺得這就是它多餘化所帶來的好處 阿森 我覺得你說得很對 因為我們工程學院 真的可以說是一個很廣泛的學院 你剛才說過你讀Biomedical 也有讀Materials的東西 也可能在你的學習裏 可以將這兩樣東西混合在一起 有些新的無論是科研 無論是其他進心的學習 那些 我們當然工程學院還有其他的學科 我們有電腦科學 有computer science 有機械工程 諸如此類 但其實不單止我們工程學院 是很廣泛的 其實我們再去一步看 其實我們整間香港大學 都是我們叫做一個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即是說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學系 學院很多的科目 其實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工程學院其實很積極 跟不同的學院都有聯繫 剛才你說過Biomedical Engineering 你一定知道 其實醫學院都有參與這個program 他們也有老師有分教 我們還有跟Business and Economics 和法律學院Law 合辦了金融科技的課程 都很受學生的觀念 另外我們也有一些double degree的課程 即是說你們拿兩個degree 即是我們跟Business and Economics 可以拿一個工程的學位 也可以拿一個雙科的學位 甚至我們都有跟跨院校的合作 我們跟建橋大學都有一個合辦的課程 我們可以拿香港大學的學位 也可以拿建橋大學的學位 阿森 你進來Hong Kong U 進來工程科學第三年 你覺得跟你當初進來的時候有什麼出入 有什麼分別呢 我覺得最大的出入就是 其實因為本身都知道Hong Kong U 是著名大學 其實本身經常想會不會是讀書 考試那類的東西 當然這些都有 但是其實我發覺當然也不止是這些 這個可能就是比較大的想法上的不同 例如有什麼呢 可能因為我成績都OK 就有幸成為Dean's Club的一份子 在Dean's Club裡面 可以經常見到Dean就是院長 當然要見到他就可以問他很多 例如讀書或者是exchange 甚至一些career或者人生規劃 都可以問到一些很有用的advice 我覺得這件事都是十分之有幫助 另外以我所知 我們的院長應該都是香港大學工程學 這個學院的舊生 那為什麼說起舊生呢 因為我發覺原來 我們的舊生的network 其實都是十分之龐大 可以這麼說 現在這樣說 因為其實我們有一個叫做工程舊生會 就是HKUEAA 在這裡其實我也有機會參加到他們的活動 也都可以跟很多不同的alumna 有一些對話 又或者可能可以跟他們學到東西 甚至也有很多舉辦活動的機會 例如一些annual dinner 又或者一些專教給學生去體驗 外國的一些文化活動 例如這個荷蘭的study tour 當然study tour也是要學一下東西 學一下他們一些engineering 一些innovation 一些創新的東西 同時跟alumna一起去 也可以跟他們身上偷小絲 是的 剛才你也好像提過一些關於exchange的東西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關於exchange的經驗呢 好的 其實exchange方面 我們也有幸可以去到另一間世界知名大學 就是牛章大學 這個是在我year1的summer的時候去的 其實去到那裡 當然剛才知名大學 其實他們讀書的氣氛當然都十分之好 他們跟Hong Kong U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們班的人數少一點 所以可能他們所講求的interaction比較多 我覺得在同學位的導師很多的對談之中 其實可能學不到很多新的東西 或者想到很多新的平時不會想到的角度 例如我在那裡讀這個 有關quantum mechanics的一些課堂 好像很複雜的東西 其實在日常生活中是十分之有用的 尤其是在engineering 很多不同的device 都會應用到他們的一些原理 所以其實在那裡都不是純粹去玩的 雖然你都看到有些文娛的活動 但是其實都真的在那裡能學到東西 除此之外 剛才那些交易 其實Hong Kong U也都有很多不同的opportunities 亦都可以讓我們去應用我們學到的知識 例如我去年參加了全港大專生的機械人大賽 簡稱是Robocon Robo 即是robot 即是機械人 真的可以落手落腳去砌這個機械人 其實我對機械人都有一些興趣 所以都看到有時候都會很賣頭賣腦 圍著一部很小小的機械人去做很多東西 例如改日通 或者很多很technical的技巧 就真的可以應用到出來 我們去年有關Rubby 即是可以玩Rubby的機械人 其實每年主題都有一些不同 所以基本上都要重新去想過 一些新的概念或設計方法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玩 而且真的學到很多的 其實提到一些體驗式的學習 就不單是比賽 我們都跟過一位Professor 現在也在一個Lap 製造 就是有關於機械或者一些AR AR 最常見就是可能Pokemon Go 在裡面有這些技術 怎樣應用 因為我在讀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可以怎樣應用在醫療上 其實我們都在做這一方面的research 聽起來都很多姿多彩 而且你提到的體驗式學習 其實正是我們港台工程學院所著重提倡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期待已久的譚詠芬創科譯 其實已經正式開幕了 我們現在身處這裡 可能有些潮的名字叫Innowing 不知道你有沒有機會到處參觀一下 我估計我現在完成了這個 就馬上走去再走一趟 不過說笑而已 其實我也聽過很多一些 我的朋友分享 也有說到這裡有很多的設施 例如一些Wax lab 一些3D printer 都是一些很有用的 equipment 同時我覺得這裡最大的一個賣點 就是他們說了很多跨部門的合作 例如剛才所說的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其實他們會跟computer science那方面 都可能有些合作 例如一些關於computational 的biomedicine的一些project 我相信在這個地方 可以跟很多不同的地方 可能engineering 很多不同的major的同學 一起去合作 去做一些可能更加collaborative的事情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有用的 或者很有趣的一個experience 是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一些關於InnoWing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下午的live tour 我們有老師會帶大家到處參觀 就像阿森這樣說 其實現在我們工程教育 其實除了理論之外 更加著重就是怎樣去下手下腳去做 所以我們的畢業生的發展 就可能跟以前比較傳統的 可能未必再好像以前這樣 只是局限於某些工程學業的行業的 Edmond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關於我們畢業之後 有些什麼出路 我想工程學院的畢業生 其實真的有很廣闊的出路 因為工程首先你要知道 是一個專業的學科 專業的學科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其實那個認證其實是全球性的 換句話說你在香港大學拿到工程的學位 其實在外國很多地方都會認受這個 所以我們有不少同學會選擇去外地升學 或者去就業的其實都有的 除了地域上 當然因為工程本身的訓練 譬如我們說是problem solving 我們怎樣去解決不同的難題 我們有一些比較有用我們的數理的能力 都真的在不同的行業 不同的情況我們都用得到 當然我們也有很多傳統的大公司 會繼續聘請工程師 有很多專業 譬如他們要繼續做建築 要繼續做電機的工作 諸如此類 近年剛才我們說的Innovation 我們也有很多同學有這樣的志向 可能他們在學習方面 或者什麼時候 他們有一些新的想法 甚至有些新的事做出來 他們就想去創業 近年我們都覺得多了同學 有這方面的興趣 而大學本身也有些資源 我們去幫助同學 希望他們可以成為創科界 真的可以做到一些成績出來 其實最後都是希望他們做到的產品 或者他們做到的事情 可以真的對於我們的生活 可能有更多的改善 或者做得更加好 是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 關於我們港大工程的課程資料 歡迎去到我們的Virtual booth 和我們的網站去瀏覽 我們今天很多謝 劉心和Emily在我們當中 希望我們將來有機會 在港大工程見到大家 拜拜 拜拜完之後我們又再一次見面 這正正是我們這個 新常態之下的工程 或者在工程學的教育 就是這樣 我們固之前有一些 是預先錄影的片段 然後我們去到現在有個實時的互動 其實跟我們上課現在很相似 我們可能會事先錄了一部份的片 之後有機會有一個實時的對話 即是我們叫做反轉課室 我們現在又回到當中 我們又再次再介紹 不用再介紹 我們又有兩位嘉賓在當中 歡迎同學或是家長或是嘉賓 可以隨時去打問題進來 我們會馬上去回答 話說時遲那時快 有些問題 大家同學都很關注 究竟我們工程學院 是收多少個學生 當然每年都有一些浮動 用上年的參考數字 剛才你如果都記得我們提過 有很多資料 我們其實在講整個工程學院 有好幾個program 課程包括我們剛才提到的 主修的6963 也有阿深讀的工程科學 就是6951 以及都關他的事 就是BME 就是生物工程 生物醫學科工程 就是6925 還有Iman也提到 就是最新鮮二辣的其中兩個 我們叫GEBP Global Engine Business Program 就是6937 以及Fintech 就是6248 那麼多個加起來 其實我們去年 大約收了600多個學生 也提過 這是浮動的 不代表明年又是 可能多些可能少些 但是有一個參考的數字 這就是關於學生的收生人數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會不會有interview 會不會需要 進來之前要interview 我們都會有interview 而今年的安排 我們就是有兩回合interview 第一回合就是 初步就是在今年2020年的12月 就是2020年的12月左右 就有這個安排第一次的interview 第二個interview就是 明年2021年的6月份左右 這個形式就是 大致上可能同學都聽過 坊間都有提過 我們有一個group interview 有一個一組同學 有作為參考 可能會討論一些課題 或者我們在當中 可能跟一些問題 大家各書幾件 或者有一個互動 這就是大致上 作為參考 就是interview的方式 我講多兩句 同學今天 首先要記得 要擺我們的program 在你們的聯招 排得頭 我們才會有機會找到你 例如12月的時間 我們要interview的時候 亦都在當中 我想我們也有多些機會 例如說多些我們有的課程 或者可能你有特別的問題 可以問我們 剛才已經講了幾個Juplus code 但還有些我們可能 譬如今天下午都會再講多些 但可能在interview當中 我們亦都可以有多些機會 講到的 例如我們有個香港大學和劍橋大學 香港U Cambridge的Joint Recruitment Scheme 那裏你們早些來 讓我們知道原來你有興趣 我們可以在當中的講解多些 所以你記住 我們有早些機會可以有這個互動 我們今天下午會請到劍橋大學的高層 大家聽一下 到時我們會再講多些 我只不過想在這裏提一提這件事 謝謝Edmond 還有同學比較關注 究竟進來的機會是多大呢 正如我所提到 其實每年收生都會有少少浮動 或者究竟情況是如何 我又用一些數字 可能你都看到坊間都會有些數字 作為參考 就是 Kong Yu 就是好幾年 過去都是收到比較好的學生 所以你可以期待 可能要成績稍微高一點 所以我們都是參考 去年的數字 就是我們 我們用回6963 就是我們那個主要計劃 過去就是 去年的平均分 最好那五科大約是25左右 可能你都聽過 另外其他有效 你說第二第三位 就稍微低一點 可能他們23分 22分左右 又是那句 這個都是作為參考 如果同學覺得 都值得參考 有個參考價值在當中 除了剛才提到的主要計劃 另外Edmond 也有提到我們其他計劃 例如BME Wenturing Science 他們收生的要求 根據過去的參考數字 就是 BME 大約29分左右 Engine Science 大約26分左右 上年第一年推出的 GEBB Program 是一個 我們都覺得幾成功 吸引到一些很普遍的學生 所以上年的收生情況 大約是32分左右 而Fintech 都是用最好的六科 作為參考 分數大約是36分左右 都是那句 這是一個參考的數字 所以 如果你有個 其實我們一向都鼓勵同學 你如果覺得 真是你心疑的學科 正如剛才提到 最好都是擺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最理想擺一個Band A 或者Band A1 剛才提到的 interview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只能夠根據同學 擺我們的preference 去邀請同學 來我們當中 去面試 因為 如果不是的話 例如Band A B C D E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去應付 全部同學都去面試 而同學都未必有興趣 全部同學都來 所以我們都鼓勵你 如果這個是你心疑的學科 可能仲然你覺得 你和這個數字 可能差一點 我們都鼓勵你 可能擺一個合適的位置 以我們來說 可能因為我們 收生的情況 其實好幾年 主要都是收到Band A的同學 不是我們歧視Band B和C 而是實際上 可能他們成績都不錯 只不過他很多時候 其他的program 可能已經收了他們 所以就算我們想收 成績好 但如果你擺了我們 在Band B和C的時候 其實機會相對低了很多 以我所知 其實現在DSE的score 可能五星星 或者五星會再乘多些分 而且工程師 某些數年的科 都會再乘多些分 其實在那些科 如果拿到突出一些的成績 其實應該都會對這個收生更加有幫助 非常好 多謝你劉辛比提醒我 因為很多時候 講的時候 一時關心就忘記有些重點 對呀 劉辛比也很對 因為我們這兩年開始 就是我們講大 就是會有些bonus point 就是給成績 例如特別是 譬如考到五分 其實你考到五分 還有level five star 333 我們會有一個bonus 剛才提到 如果你拿到level five 的話 就會有0.5分的bonus point 根據剛才提到的分數 其實實際上 其實是即是你考到五分 其實你可以 count到5.5 那麼如果你考到五星的話 如果有本us 再多些就加1分 所以實際上等同等於6分 5升是7 5升是8.5 你可以這樣說 5.5是7和8.5 多謝實在太好了 我重複多一次 所謂剛才中間的 所以如果你考到5 就是等於5.5 有0.5分的本us 如果考到5升的話 就是等於6再加1 即是等於7 如果考到5升升的話 原本是7 有bonus就是1.5 所以變成8.5 這就是那個bonus 所以都是鼓勵同學 如果你有某些科目 如果考得特別出色的話 更加會鼓勵你 例如你功課特別好的話 更加鼓勵你申請廣大 我見到有下一條問題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有問題是問我們可不可以轉 讀一件事然後轉另一件事 有很多不同層面的轉 我先解釋一下 其實剛才我們講的主題 你會發覺先進去的時候 其實是未選定讀哪樣的engineering 所以我們會讀完第一年之後 你就有一個自由的選擇 所以那個我們就不認真當是一個轉的 你就說到時才選 當然你進來的時候 你本身對某一樣很有興趣 當然我們都會歡迎 但你說我對幾樣工程都有興趣 我們可能在第一年的時候 你會涉獵不同的範疇的時候 可能你會找到更加有興趣 可能我選了第一件 之後有沒有機會再轉另一件事 這些我們就叫做internal transfer 這些都是可行的 但那個就要申請 我們會再看看有沒有原因是要這樣做 我們可能會和你談一下 你原本選擇的東西 為何你讀讀下 覺得未必是這麼合心意 那些我們就會再個別的情況去看 亦都說如果我本身不是讀工程 我入了香港大學其他的學院 會不會有機會轉入工程呢 這個情況就跟我剛才說的後者差不多 就是我們都會收到這些申請 譬如另一個學院 你讀到下發覺可能讀了少少programming 或者讀了少少有些機會做到我們有些hands on的事 因為我們都會歡迎不是工程學院的人 都會來我們一起參與 那你續續下發覺原來我對工程幾有興趣 想轉來工程學院 那這些都是叫做internal transfer 那是可以的 但我們都要有一些手續 我們都可能要看下你的背景 你讀的背景的意思就是 譬如你有沒有讀過physics 即是物理那些的情況 那再個別去考慮 當然我們最鼓勵當然是你現在就 有興趣的工程 那你就直接在這個階段 就可以報考我們工程學院 其實我好像都聽過有一個例子 我有一個朋友本身就是讀BME選了 但其實他之後就發覺原來 他對McCann那邊有多些興趣 那他之後當然就申請 那我以我所知他終點是ok的 那他好像說成績當然是其中之一 可不可以transfer到 另外就是他本身可能 即是怎樣表達他的passion 例如可能他本身已經讀了一兩科 關於McCann那邊的那些課 再加上當然是可能談 即是Internal review的時候 再談的時候都展現到他 對McCann那邊特別有興趣多些 那的時候就會更加容易 去transfer到 因為我們其實真的很想同學 就不要浪費時間 即是你明白 即是如果我讀到下這個 我又想覺得第二個 讀到下那個又想轉 那其實就會用了些時間 那所以我們都想 如果你申請轉的時候 我們都想值這個機會 就跟你談一下 就是看一下 是不是最適合去做這件事 那當然如果他 我們看到他的同學 真的對這方面有興趣的 那我們都盡量會配合 是的 好 謝謝 然後有問題 就是問我們對中文和物理的要求 簡單來說 中文最低要求 就是要Level 3 就是要達到這個要求 而物理和Physics 其實除了Fintech之外 其實所有剛才提到的program 都需要物理 Physics 或者Combined Science 都是要有Level 3 或者是以上 這樣 這個就是 值作為的參考 好 然後還有問題 因為都知道 最近也有很多同學 很有興趣 就是關於 人工智能 AI 和Fintech Edmond 剛才看影片 大家記得 也有提及 這兩個都是一個 較新 和一個 比較受歡迎的學科 最近 就是 這個program Fintech Jupus Code 就是 6248 有興趣 同學都歡迎你去瀏覽 或者留意一下 至於 AI 其實 都是 有很多不同的科目 都是有相關的 所以同學 變成了好幾個Department 都有提供 可能是機械工程 有它的 然後 Compute Science 是全機科學有的 電機電子工程系 都有它們相關 只不過 可能是它們有不同的 著重的點 或者著重的角度 只不過它們不同 老師教的時候 可能它們的著重點 有少少不同 所以其實有好幾個系 是我們都有提供 學系都有提供 相關的科目 我又想再講多一點 這兩項 因為我都相信很多同學 經常可能在外面 聽到 Fintech 香港又想怎樣推 或者世界 幾多這方面的需求 AI都是 可能也會發覺 不同的院校都多了 有相關的program 如果你發覺 我們的Fintech 比較有趣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到 我們其他那些 就叫Bachelor of Engineering Fintech那個 我們叫Bachelor of Arts and Science 可能你在大學 如果你有聽其他講話 都知道大學有一系列的課程 是屬於我們簡稱叫BASC的課程 但我們Fintech是屬於這類的課程 為何呢 因為我們在我們課程的信念裏面 就是覺得這個課程 其實只聽名字都知道 有Fint 即是Finance 有Tech 即是Technology 工程、技術等方面 但其實它的範疇 是真的很廣闊 譬如在香港大學Fintech 我們的著重點 就不是說我們其實 完全是講Technology 只不過Technology 怎樣應用在Finance上 你認識一兩班Finance 但主要是認識Technology 我們又不是想這樣 也不是說我們純粹是Finance 讀一兩班Programming 或者讀一兩班Technology 就叫做認識FinTech 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真的想同學有幾方面 都有一定的根基去做 所以我們的FinTech Program 除了我們有Engineering 也有Business 也有Law 因為Legal 對我們來說 我都覺得很重要 因為這些新的技術 很多時候牽涉一些法律層面 怎樣去做 我想這也是我們設計 這個Program裡面 一個很大的特色 AI我都想說多一點 AI其實是一個很內歷史的discipline 或者我們的一個範疇 它傳統上一直在Computer Science 所以其實你見到 有Computer Science的Department 你知它裡面都有AI 但AI今時今日也應用了一個很廣闊 所以剛才Professor Wong說 你如果想讀很多關於AI的東西 其實在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你會找到 但如果你想讀一些應用 將AI應用在很多方面 譬如我們會推廣多些 譬如應用在土木工程 Civil Engineering 你說為什麼有什麼關係 其實有很多 譬如用來看一些Structure 怎樣去做 或者你說Materials 剛才阿森讀Materials 原來你怎樣研究那些Materials 可能都應用到AI 因為香港大學工程學院 始終是一個很廣泛的工程學院 我們都有跟不同的其他學院合作 所以我們的AI 除了在Computer Science 你可以學到一些跟AI很有關係的東西 亦都可以在不同的Department 學到很多AI各方面的應用 所以雖然我們沒有一個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in AI 但其實絕對有很多方面 所以同學來到港大工程學院 是可以接觸得到的 好 謝謝阿森 然後同學有問題 關於職業的 是否必須的 簡單來說 就是 是必須的 但大部份 除了機械工程 Mark & Engineering Science 剛才提到的 阿森也正在讀 以及職業的 跟Fintech 他們剛才提到的幾個 不是必須 但阿森也可以再分享更多 剛剛頻道也提過 但如果做勇 amdl 的話 同學有大約用六至八個星期 去一些工業 商業機構 甚至在大學做一些相關的工作經驗 在他們第三年的時候去做 但剛才提到 雖然那幾個學科 譬如ME、engine science和fintech 不是compulsory 但剛才你都記得 阿森有分享過 當中有很多很寶貴的經驗 其實就不在課堂裏面 那些很難忘很特別的經驗 其實很多時候往往是在職業 在一些交易的過程裡面是經歷到的 你可能回頭看回這些經驗 可能比你實際上拿了哪幾科 可能更加珍貴 或者更加難忘 阿森如果你有什麼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以我所知 當然不是真的要月三做 其實你很有興趣 月一出去找工作 都可以 但是 所謂的月三其實是會包入credit裡面的 internship的program 其實以我所知 我有些朋友可能是BME的 他們在二的時候都已經在做 其實可以在哪裏做internship呢 可以在學院裏做 當然你可以出去很多不同類型的公司 其實都有的 因為剛才說 其實engineering都有很多program 亦都有包括一些AI 又或者fintech 諸如此類 所以其實是任何很多的公司都可以找到一個職位 而我所知 其實conU都會在差不多去暑假之前 都會有很多email有關於什麼internship的推介 甚至一些政府工的關於engineering都有的 到時候都可以填表報名 可能有些interview 以我所知 甚至有時候可以很 即所謂extreme一些 其實可能可以直接去一年 即是在一年做的 可能會有些人在面試的時候問你 你想在夏天的時候上班 還是明年都在澳洲上班 你可以選擇的 當然選擇完之後可能對你之後 academic planning會有些影響 這個都要事前做些準備 但其實你說是否可以這樣做 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就算上班都有很多不同形式的上班方法 其實是internship 我想大家會最容易想到就是 我個暑假去某間大公司 就做八個禮拜 十個禮拜 是的 工程始終我們都很多這個 要實際去到參與 你才明白一些課堂的知識 如何去應用到 但剛才其實我們都說了 internship今時今日的含意 亦都可以很廣泛 除了我們剛才那類 我們可以說是industrial internship 即是我們去工業界 可以是research的internship 我們去一些研究的地方 甚至我們亦都有一些大學 香港大學都有一些program 是用了internship的時間 其實給同學做研究 甚至不只是在香港做研究 我們有一個叫undergraduate research fellowship program 基本上都是用了internship 可以去外國的 當然現在因為疫情的緣故困難些 但我們其實往年都有很多學生 去世界各地不同的院校 做暑期的研究 然後再將那些研究成果繼續做完 之後我們叫final year project 繼續做下去 還有有些同學可能已經開始有些idea 就覺得我們想預備創業 可能會做一些entrepreneurial internship 即是都是想去試下怎樣去做一些東西 但不是純粹去大公司跟一個已經發生的project 而是它當中想自己去推展推廣一些東西 都有很多實際的事情要做 試下怎樣去寫個business proposal 怎樣去到嘗試拿些分析等等 所以都有一種不同的體驗 我們的internship其實有很多種方向 阿森剛才說了時間上也有些 只是暑假日可能是一年 好 跟著有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我們最新鮮的GEBP program 會不會有些info section 有 兩點半約定大家 因為兩點半其實我都會在那裏和大家分享下 亦都有其他老師的 有雙學院的同事也都會在那裏 可以讓大家看到 因為始終是兩邊一起合作 所以兩邊都可以在那裏 如果同學有問題在那裏都可以再和大家解答 好 跟著有一題問題 剛才我們都提過少少的 不過今次特別提到 可不可以double degree 或者第二年的時候選擇major 我相信可能它應該是說 double degree 剛才剛剛提到 GBP就是一個double degree 一個option 待會想知道多些 記住不要錯過下午的section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 例如可能 如果同學有computer science 或者engineer science 或者fintern 其實可以offer一個second major 就是這樣 莊丸詳細 你可以看回computer science 或者engineer science 有細節的program 安排 同學都可以選擇minor 如果他覺得對某些學科有興趣 要視乎對方那邊 如果你可能對psychology 有興趣 你就要看看他們那邊的要求是甚麼 我又想在這裏再說多些少 因為阿森讀的engineer science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其實剛才大家有聽到 其實他已經有兩個major 他已經是選了 因為現在我們是學分制的緣故 其實我們盡量都給同學有多很多的選項 因為我們都知道未來的世代 可能我們對面對世界 解決到一些未來要面對的問題 可能需要的學科知識 都是跨了一些學科 所以我們都很鼓勵這種double major 或者叫major minor minor的意思就是你未必讀那麼多班 我們通常讀六至八班 你對那樣東西都有一定的認識 但就未主要說我全面整個major 其實工程學院本身都順帶一提 我們都offer了很多個minor 其中有一個都是比較新鮮滾熱 所以我們都想說一下 我們有個minor就叫innovation and design 你發覺其實我們講了現在講工程 我們經常都講innovation即創新 創新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們遇到的問題困難 已經是不停的新的問題 新的事物湧現 我們都要有新的思維新的能力去面對 我們剛才也都看過 我們有這個譚詠勳創科役 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很大的地方 我們很鼓勵同學去到組隊 通常現在都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 我們通常都會一批同學 剛才阿森都講過robo coin 即是那類的 我們都是一批同學一起走過來 各個都有參與 我們這個minor in innovation and design 就是想鼓勵同學去做這方面 令到我們有一些學科幫到他們 亦都有一些學分 所以最後同學可以拿到這個minor 希望在當中更加鼓勵到同學去做這件事 所以絕對是 我們現在的課程都很活潑 很多不同的combination不同的選項 major minor那些 有這個問題就是關於 剛才提到關於physics 同學都比較關注physics的要求 你都可能留意到 其實除了剛才提到的fintech之外 其實其他我們的program 都需要同學有physics 或者combined science的元素在裏面 部分原因都是有 因為那個training 其實都頗緊要 尤其是當中可能對於 物理現象的掌握 因為我本人都有機會 教一科叫做common engineering的科目 在當中其實都涉獵到不少關於一些物理的概念 所以都是鼓勵同學 因為在過程中 可能在DSE中 學了幾年之後 掌握得比較濃固的concept 所以為何我們有這個physics的要求 所以為何我們有這個physics的要求 男女收生的比例 他說特別是講申請 我們不如用一個 因為申請的每年都不同 但實際上進來的比例上 我想工程都算是 可能大家有印象 就覺得工科可能只有男生 但實際上又不是 還要視乎你讀哪一個 因為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課程 所以現在那個組合 已經不再覺得一面倒 全部都叫做清一色的男生 阿森你有什麼體會 作為學生觀察到的情況 老師說可能比較biased 從學生的立場 我不知道有沒有特別留意到的地方 其實進來之前 當然都有研究過這些 其實我也有看過這些問題 那時候真的有很多男生 我進來的時候 當然可能男生也偏多一點 但其實現在來到第二第三年的時候 反而感覺是 那個女生的比例是越來越多 剛才所說 可能不同的major都有不同的比例 例如我現在在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即是BME major的時候 其實那個比例 感覺女生和男生 都甚至差不多一樣 所以其實 如果你說因為怕 全男生 是不是很辛苦讀 其實就真的不用怕 反而我覺得 都是看看你本身 對engineering 是否有興趣 其實我覺得 應該是多於說 那些同學是男生還是女生 應該就沒有那麼大關係 而且如果真的怕 其實現在女生的數目都越來越多 所以 開始不是太大的問題 感覺上 我們絕對鼓勵女同學參與 報我們的公學院 其實真的 我們看到是越來越多的 當然今天都仍然是男的同學佔多 但剛才提過有一個program 試過是女生比男生多 所以大家都可以估到 所以大家都可以估到 比例我想 不需要擔心 或者 無論 你說 來到有沒有什麼工作 特別是適合男的 其實不會的 今時今日我們公學院做的事 絕對是很歡迎大家 分享一個小秘密 其實本人太太都是 香港大學的畢業生 所以 當然我不是讀書的時候認識她 但是 可以作為一個 小小的參考 小小的sample point 所以不用太擔心 比例上會有些 不太健康 我覺得是 現在越來越健康的情況 好 接著 有問題 就是關於exchange 我相信 最專業的當然是 第一身的經驗 就是由阿森和我們分享一下 可以說多一點背景 其實 大學可以說有兩個層面 有大學level 的exchange 因為香港大學 跟對方不同學校 簽了 agreement 每年有交流的生 對方會來我們 我們都會去對方的院校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澳洲 德國 基本上你想到好的學校 的地方 我們都有機會可以做交流 而我們工程學院 亦都有 我們faculty level exchange 那個就是 partner大學 實在太長了 我都不便進讀 Princeton UiUC 倫敦 有 UCL 基本上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1819年其實有270個進來 和我們出去的exchange學生 去年因為疫情會 相對少了 但也有差不多接近200個 透過網上或實體的交流 阿森有沒有補充一下 關於交流的經驗 嗯 其實因為year3 通常很多人 這個時候會去做exchange 其實本身我都報了 當然現在疫情關係 都很大機會變成virtual的exchange 但你說去到之後 你們入到來 再到你們year3的時候 那時候當然機會又會再來 所以其實呢 其實都不需要太急去想 我現在應不應該去好 還是留回第三年 剛才可能說year3要internship 應該留什麼時間做什麼呢 其實都不一定要這麼快想著 因為疫情或者很多因素都可能會影響到 而另外其實剛才 可能你有看片的話 就見到我去了Oxford 去Oxford這個exchange 其實是一個short term的exchange 那什麼叫short term呢 就是不是一個學期 就是剛才所說的exchange 可能半個學期甚至一年 但是我去那個其實比較短期 可能是一個暑假 我去那個是一個暑假 也可能有些人在winter break的時候 都可以去一些短一點的exchange 又或者是一些甚至conference 都有機會做到的 所以其實 Jony如果可能你真的很想在外面 生活一段長時間適應的文化 又或者是旅行 其實當然可能長一點時間 就會有多一點時間探索 但是其實如果純粹想說 感受一下一些所謂 特別一點的大學的感覺是怎樣 那些short term program 其實都有提供很多這樣的選擇 而且去外國的話 就不一定上課讀書 有一些可能是做lab 或做project research 以我所知 其實好像有些winter的比較多 我甚至有朋友可能去 好像是緬甸的一家大學做一個project 然後做完回來 在conyou就繼續去進行 又或者可能是 甚至一些社區義工服務 當然那些就未必是 真是很關讀書時 但是其實都有很多這些服務 可能就是short term的時間做 所以其實你是來到conyou的時候 其實是有很多選擇選擇 當然你就要安排好時間去知道 其實我想去長一點還是去短一點 再之後再選哪間大學適合我 因為其實每間大學都有自己的賣點 可能一些歐美一些的大學 可能講求多一些很innovative project hands on的東西 可能一些亞洲大學 可能大家覺得熟悉一些 平時都可能去日本、新加坡玩開 本身都很熟悉那裏 那裏 過到去那裏 可能更加容易跟人們相處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其實都是看回自己 覺得自己最適合哪裏 當然可能成績上都有些少影響 但是這個就可以到時 來再讀好一點 考好GPA的時候 才再考慮都未遲 不過我都交了兩句 其實因為香港大學始終在國際上 都幾有名氣 所以全部這些交易都要 很多是大學互相交換的 因為我們有學生去到 很多時候我們會接收那邊的學生 所以香港大學其實同了很多 如果你看大學的網頁 那個我們叫Partner University 其實是很長的 我們剛才都講的小章 我們亦都有分我們叫做 我們的Faculty Level 即是工程學院本身去到同其他 去到簽的一些交換生的做法 那些位置 簽下的全部的位置 都是給工程學院的學生 那個就變了 亦都不用怕跟人爭 大學那些就要跟其他學系 學院那些同學去爭 那你都發覺 其實我們也不只是用英文的國家 我們都有不少歐洲不同的國家 他們那些學校的語言 上課是用英文的 但是在生活上可以更加體驗一些不同的文化 那就是很鼓勵大家 我們其實真的想個個同學都有這樣的機會 好 時間都差不多 不過現在最刻意的問題 就是問關於這個就業情況是怎樣的 那我們又將時間交給Edmond 就業絕對是好的 其實在工學院的 因為基本上我們都很少會說 因為大家可能都會擔心現在的經濟情況 或者因為疫情會不會經濟再下落 但是其實遇到這些情況 你會越來越發覺社會更加需要建設 歷來我們的畢業生基本上都是全民就業 如果他想就業的話 那有些時候為什麼會不想就業呢 他可能繼續想去讀書 那我們都可能有十分一的同學 是會想繼續去讀 可能會讀碩士 博士 可能會出國 或者可能留在香港大學讀 都有 可能有十分之一 另外其餘的十分之九 就是就業 也都現在多了同學 可能會想去自己創業 都有不同的出路 都是 都是 絕對是 都幾多樣性的 都幾多選擇的 好了 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有做什麼其他的問題 歡迎你們 都去到我們的瀏覽網站 大家不要忘記 剛剛提到的 我們還有一系列的其他的Info section 下午還有很精彩的 如果你有機會去到我們的InnoWing的Live Tour 都鼓勵你下午去參觀一下 新常態之下 我們雖然現在不可以親自見到大家 但我相信情況很快就會轉好 我們都希望很快可以實體和大家見面 多謝大家 我們看到的聲音再見 拜拜 好 拜拜